說到speaker 除了音質就當然要看樣子 JBL Pulse 5 有燈效 夠輕 樣子就夠美 但不知道會否忽略了音質 燈效鬆又會否很浪費電 今天立即和大家實試一下它的表現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施榮 開始之前未訂閱我們的就快點訂閱我們 按旁邊的鈴鐺就會看到最新的影片 今天和大家來到戶外 實試一下JBL Pulse 5 防水燈光藍牙喇叭 見到它的設計都是用JBL經典的長方形盒設計 正面一望就已經知道它還視動態燈光 稍後再和大家試多幾個它的燈效 Party Boost 可以連結多個JBL Party Boost 雙容喇叭 做到立體聲音效 後面就是JBL的Slogan Dare to Listen 即將開箱給大家看看 首先它旁邊就是一個磁吸力的位置 也挺有質感的 打開看到有個盒子 有一條USB-A對USB-C的線 說明書和使用手冊 嘿 這個就是JBL Pulse 5 的真身 拿上手也挺輕身的 就這樣看 和Pulse 4 都會有明顯的分別 首先是頂部的凹凸流海位消失了 令到中間這個燈光圖可以做到 360度全包圍覆蓋 我自己看下去就覺得更加純冷增加了整體的一致性 它的操作介面就非常之簡單 只剩下四個按鈕 不再在頂部流海位 而是藏在機身的後面 有開關 藍牙連接 燈光動態選擇 Party Boost 可以連接其他雙用的喇叭 和一個Type-C的插頭 另外Logo 和JBL多款新一代戶外Speaker一樣 專為金屬側面JBL字樣 特別是在動態燈光下 趁下會有少少危紅燈置的感覺 喇叭的底部是被動散熱器 Speaker 上下都有一層口膠保護 同時做到防線的效果 就算我擺在一個不太平的地方 都有一種絕著了的感覺 那就不怕線低了 作為一個戶外Speaker 背面會有掛繩 方便掛在背囊 或者露營營頂 還要是IP67防水防塵 帶去沙灘下水都沒問題 硬件上就進步了 Pulse 5就是一個雙單元喇叭 分別有一個16mm高中音單元 同一個獨立64mm低音單元 連續播放時間最長去到12小時 藍牙5.3無線連接 USB Type-C輸入 重1.5kg 官方定價是2199 JBL Pulse 系列一向都重視視覺享受 Pulse 5 當然都不例外 除了機身上會有個按鈕 讓你選擇幾種預設燈效之外 你還可以用JBL S 裏面有超多種不同的效果選擇 除了顏色之外 還可以選擇它的動態燈光移動的方向 立即示範給大家看看 那 198 2意的 愛佞 它 2 1 1 天色暗了 燈光效果更加突出 現在馬上嘗試戶外聽感給大家聽 直接用手機連藍牙50%的音量 看看它的表現如何 我現在距離大約1米的位置 聲音和人聲都依然很清晰 還看得到我嗎 大約2米的位置 仍然還聽到人聲 但就會寫聲了 現在已經是大約3米4米的距離 我還聽到它在播音樂 但未必很清晰聽到歌手唱了些甚麼 先跟大家說說感受 這麼小的聲音聽感來說都不錯 因為它會有兩個單元 令到整體層次感更加豐富 我特別喜歡它這個低音的獨立單元 你這樣放在耳邊聽 完全聽到它那種重低音的效果 都真的頗棒 不過Pulse 5始終只有一隻喇叭 如果你想做到立體聲聲效 可以用PartyBoost的連接效果 做到兩隻喇叭連接 就有一個立體聲聲效 而我自己就在家裡實施了 開50%音量 由早上10點多 100%電量 連著電腦藍牙一直播一直播 做完東西回來 大約晚上7點多 嘩!還有大約20%電量 你還可以直接用手機APP 調校音效 還有自然聲音效果給你選擇 讓你可以放鬆一下 好像有水聲 森林聲 閃叫聲等等 整體來說 我都頗滿意這個JBL Pulse 5的表現 因為它有兩個單元聲音都不錯 而且電力非常之夠 而對於我來說 它除了是一個speaker之外 又是一個小夜燈 平時我喜歡放在房間 播放在APP中的大自然聲音 就會令我更加之好睡 我還會點上香薰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不滿意它的表現呢 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COS S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